林教授,你好,從去年,2015年2月,我來這裡跟你認識了以後,學到綁腿,醫股市的力學綁腿健康法,我就很乖的,沒有一天晚上沒有綁腿喔。 非常認真的綁,而且半夜也沒有去上廁所回來還是,還照綁喔,非常認真,好學生。 然後綁了這麼一年多,我感覺到有非常非常大的進步,那我也非常的感謝你。 那現在呢,我是幾乎是95%了,但是呢,我還有一點點的小問題,就是我的這個手,這個右手,往後的時候還有一點卡卡的。 其實往前也有一點卡卡,就是不太舒服,還有肩頸的部分也是,還是不是很好。 所以我想,我知道您在這個功夫很好,幫我看看是不是可以加速它一點,因為我這個禮拜六,禮拜天要去比賽,然後我要去游泳比賽。 所以,如果可以讓它更完美的話,這就有希望,請你幫我檢查一下。 謝謝,謝謝。 一般來講,肩膀會卡卡的,跟你的肌肉,跟你的關節面有關係。 當然關節面的話,就是你有一條很重要的韌帶。 因為我們肩關節,它叫做淺疊關節。 所以跟我們的那個,這個肩膀的骨頭啊,這叫我們接觸的變不多。 但是呢,最主要,它為什麼能夠做這麼大的活動,是因為我們肩膀也很豐富的,很強壯的肌肉。 尤其呢,這最表層的一層肌肉,我們稱之邪方肌。 它從肩部啊,這邊下來,騰過來,從你的中肘,就是你的肩膀,或你的外側的這邊, 我代理肩膀,就是一塊肌肉,這三角形的肌肉。 尤其呢,這上面呢,從肩部這邊,這條肌肉呢。 另外呢,這裡還有一條,你稱肩膀股的上面呢, 你稱之為什麼?剛上肌。 那肩膀股,你下面呢,這條是剛下肌。 那呢,它的那個,這裡呢,有兩個肌肉。 這條肌肉,就是圓大肌,就是圓小肌。 這個肌肉就是牽涉到你的肌肉。 讓你的肩膠股,是不是能夠很,可以做得很大的活動。 但是我們很多人可以試試看,你把手拉起來。 有很多人,像你那樣算很不錯啦,你的手臂呢,還能夠碰到你的耳朵。 有很多五十肩呢,甚至只能是這樣子。 甚至你舉都舉不起來。 這表示這邊的肌肉群太緊張啦。 那所以說,我們今天呢,就是,讓你這邊肌肉鬆下來, 你這個手就比較不會卡好。 在一五兩法呢,有這個,就是鬆肩膀。 鬆肩膀。 那個呢,我們來等一等,來試試看。 這邊你的肌肉,你看,這條的一個心啊。 這條心,我們稱之為,那個剛上肌的一個心。 另外就是這一片的肌肉,有點緊, 整個都拉緊。 就你的斜方肌拉緊。 當然呢,比較內整的還有一條,就是說, 鬆肌肌呢,從你的耳朵後面呢, 你拉呢,經過你的脊椎兩側呢, 拉到你的尖椎、尾骨的地方。 尾骨的地方就站在股膀。 這那就比較深層的一條肌肉。 另外,這邊有很多其他的手機。 但最大的關鍵點,還是你的斜方肌。 斜方肌,剛才摸摸一下,有點緊。 這邊有點緊。 尤其呢,你要有碟式的時候, 這邊呢,就靠這兩片, 還有那個,這邊擴背肌。 還有,最重要的是, 衣服這個形狀肌的支撐,很重要。 我跟妳講,是一點硬。 但是我們可以用方船。 那衣服要往,衣服要往。 我剛才聽妳講, 好像有一個,OK。 我這個地方, 這個地方壓一下就有了。 因為痛啊,這叫我們一個穴位, 我們稱之為是那個, 這個叫做風池穴。 風池穴吼。 風池穴呢,它就是, 跟眼睛也有關係的風池穴。 那這邊有痠,有痠,有痠,有痛的話, 就表示,這個離狀,那個什麼,不是妳知道。 這個斜方肌的, 那這個地方有痠, 就氣結在這, 讓妳可以把它收掉。 好,好。